这个男孩不简单,刚一出生,就直接帅死了两个护士 两岁的时候,父母带他搬到人烟稀少的小镇 给他的脸蛋包上纱镜,戴上墨镜,以免谁看他一眼,被他当场帅死 长大以后,父母带他四处求医,有个一生不幸帅死人的鞋,非要看他一眼,结果当场包庇 他的名字叫阿布,长得一脸帅气颜值,却从来不敢看自己,因为他也怕被自己帅死 他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女朋友,好不容易得到一次相亲机会 本想好好表现,中途出现一个小混混,把他摁在地上摩擦 如果惯作别人,早就摘下墨镜,帅死小混混 可是阿布是个善良的人,相亲对象觉得他是个怪人,无情地离他而去 饱受打击的阿布站在天桥上,想要结束他这该死的盛世容颜 正在这时,对面走来一枚软妹子,名叫亚里克斯,是个可爱呆萌型的好姑娘 阿布问道,妮儿,干啥呢,现在跳河,口水可凉可凉了 妹子用肉丝的口吻说,你跳,我也跳,但不是今天 两个人就此结缘,一起去养老院看望老奶奶 人生苦短,有说有笑最重要 阿布慢慢走出人生阴霾,迎来属于他的春天 他故意在公交站蹲点等后,再次遇到了亚里克斯 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两个单纯的孩子一起泡糖果枣,从头甜蜜到脚 阿布讲起了他的烦恼,他帅得要命 但凡有人看到他帅气的脸,就会当场逼你 亚里克斯当时就笑了,你这都不是事 是事那也就是别人的事 说着就要挤开上衣,这可把阿布激动坏了 原来亚里克斯的心脏有问题 只要他一兴奋,心脏就会马上变大 他必须时刻穿着兼听心脏的大罩子 他的小心脏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两个人同病相连,都没有什么朋友 正好可以抱团取暖,相互完尾 他们一起去看夜场电影 喝的是老白根,直接对瓶吹 喝蛋来了都不怕 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看完电影回到家 亚里克斯很想看看阿布到底有多帅 取下小墨镜,亚里克斯一看就觉得好哇塞 隔着绷带都感觉帅气逼人 这绝对是他的菜,快到碗里来 关键时刻,传来敲门声 两个人赶紧兵荒马乱 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 阿布因为长得太帅 只要别人看他一眼,就会马上挂掉 这集是传说中的帅死人不偿命 他每一天缠着绷带,头戴墨镜 而亚里克斯一兴奋,心脏就会爆炸 两个同病相连的人走到了一起 去森林玩耍 阿布是个帅气暖男 亚里克斯手被扎破了 他马上撕下绷带 给对方包扎小伤口 再不包扎,伤口就要愈合了 亚里克斯突然有一种被爱情撞击的感觉 心脏检测仪亮起红灯 到了晚上 阿布让亚里克斯蒙上眼睛 他这才敢解开绷带 让亚里克斯摸一摸 帅死人不偿命的容颜 眼前是秀色可餐的美男子 但是亚里克斯蒙上眼睛 啥也看不到 只能上前啃一嘴,接接缠 亚里克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过了许久才平静下来 他们只能走到这一步 再往前一步,就是心脏爆炸 两个人一起去养老院,看望奶奶 奶奶饱受病魔的摧残 痛苦不堪 亚里克斯实在是看不下去 一激动,就流鼻血 马上爬到外面去,冷静一下 亚里克斯觉得 奶奶这是活受罪 不如早点解脱 阿布来到奶奶身边 握住奶奶的手,征求她的意见 奶奶微笑示意 她也想早点去天堂上班 阿布流着热泪,截开绷带 让奶奶尽情欣赏她的盛世容颜 奶奶就这样被阿布帅死 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几天以后 亚里克斯突然不回阿布的消息 失去了联系 阿布变得暴跳如泪 像是被世界抛弃的傻子 终于,阿布鼓起勇气 敲开亚里克斯的家门 问他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故意避开他 原因很简单 自从两个人谈恋爱 亚里克斯总是莫名兴奋 心脏检测仪一直亮红灯 再这样下去 迟早要爆炸 小呼呼会一掌麻烦 不要揭开阿布的狗头面具 对面的卷发姐 从未见过如此帅气的男人 突然两眼泛白 直接被阿布帅死在地 阿布因为长得太帅 别人看他一眼就会被帅死 他被警察蒙上脑袋 带回去问话 阿布又不是故意害人 要怪 就只能怪他 这帅死人不长命的逆天超能力 警察很快就把他放出来 阿布的女友 亚里克斯心脏有问题 只要疫情一份就会爆炸 这回自躺在病床上 女友向阿布老师交代 他四岁的时候 被医生告知 只能活16岁 不能上大学 不能成家 只能做个清心寡愈的软妹子 他的人生注定一潭死水 不能有一丝波澜 直到他碰到了阿布 两个人一起去糖果澡 一起对瓶追白酒 一起野外露营 这是亚里克斯 从未享受过的幸福体验 他的人生已经没有遗憾 现在 只希望他能被阿布帅死 看着心爱的人即将离开人世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阿布拿起砖头 在脸上胡乱地拍 除了帅 他一无是处 他要这帅神的脸有何用 父母走过来紧紧抱住阿布 安慰他 他撕掉脸上的绷带 想要松一口气 好奇的猫咪赶过来看热闹 被他当场帅死 亚里克斯的身体越流越虚弱 阿布将他的绣花作品挂墙上 给女友打起 他们相处的时间虽短 但是每一秒都是幸福的 女友最后的愿望是 希望早点结束这糟糕的一切 阿布转过身 一拳又一拳 慢慢截开脸上的白色绷带 然后躺在亚里克斯身边 亚里克斯截开氧气罩 闭着眼睛 最后一次亲吻恋人 然后睁开眼 看向了帅死人不偿命的阿布 留下幸福的热泪 戴上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法庭上 评审团认为 亚里克斯是死于自然原因 阿布被无罪释放 一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阿布能帅死人的奇葩能力 登上新闻 一时间收到了很多人的来信 写信的人都是那些垂死挣扎的人 他们都希望临终前 看一眼阿布的盛世容颜 在愉快的体验中 结束生命的旅程 阿布一直以为 自己帅气的脸蛋 只能给人带来痛苦 没想到 却能给人带去临终关怀 帮人消除痛苦 这也算是一种物尽其用吧 本故事出自电影 临时猎物 男主长得太帅 看他一眼就会被帅死 设定很奇葩 注定一生都不能看自己 可最后 还是靠特殊能力 让那些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 得到了解脱 答应可能是想告诉我们 无论是多平凡的人 总有他自己的发光点 我是老胡 喜欢我 关注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ды